神舟14号返回是东风着陆场首次在冬季夜间的一次返回任务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从飞船设计、测控方式、地面搜救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寒冷的天气和可适度较低的夜晚 不仅对搜救队员来说是个考验 对于神舟14号飞船来说 首次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降落东风着陆场 也需要提前做好相应的设计规划 我们战人飞船它的设计状态可以满足这种低温 还有夜间返回这种测控啊 还有一些测距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但是对于我们神舟14号来讲 它还是第一次在东风着陆场在冬天返回 另外呢就是其实它对于我们整个神舟14号乘主来讲 也是一次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在夜间低温返回的时候 我们在搜救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要注意一些这个相应的地面条件 为了确保仓道人道 第一时间迎接航天员回家 在神舟14号返回前两周 东风搜救大队就针对首次夜间低温返回任务 开始了对设备的检查改装和队员的操作训练 由于现在天气过于寒冷 有零下25度左右 对我们的装备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这个团队进行了一些电池箱的改装研究 可以让电池在箱子中自动开始保温 冬天会定期地组织一些人员去外场飞行训练 通过对寒冷的适应也能提升大家技能水平 感谢观看